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播烧烤最近火了 我看全网都有各种各样的博主发去自播吃烧烤的视频和照片 我看着都特别的馋 但是关于今天做这样的视频其实我有点纠结的 因为其实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不是一个特别跟风的人 然后呢自播烧烤这个话题又太火了 然后呢我就不是特别想因为跟风去做一个这样的视频 但是呢作为一个山东人 又作为一个特别喜欢烤肉烧烤的人 来过我家做客的朋友都知道 每次来我家我都会做一个硬菜 做一个肉菜 不管是牛排啊 还是如果要是在加拿大的时候 家里有barbecue我一定会做烤肉 那对烤肉这么大的那个热爱 又聊到烧烤这个内容 这个话题还是让我非常激动的 而且店长跟我说 最近电视里有很多客户问 吃烧烤的时候该配什么样的酒 那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 吃烧烤的时候首先要配的是小葱 一口肉一口酒 嗯完美 但是香港的串好贵啊 就12个这样的串 再加一个凉菜 就花了我370块钱 这些东西在内地吃的话最多100块钱 哇 同意香港物价贵的 给我扣个1吧 我先扣个1 那在开始之前呢还是老规矩 我们倒上一杯边喝边聊 你们在喝什么 我很好奇 你可以在弹幕上分享一下 或者留在下面的留言里 今天我喝的呢其实是一个 嗯比较普通的一个波尔多的酒 它是波尔多左岸的Cateau Fillon Cigure Fillon Cigure不是一个劣迹装 但是它的品质还不错 在左岸的Saint et Steff 整体来讲波尔多的酒在大部分时候 还是可以搭配烧烤的 其实在开始之前我想先问一下你们 如果你们用葡萄酒搭配露串 你们会选择什么样的葡萄酒 你可以在弹幕上分享一下 嗯其实我猜肯定会有人会写 啤酒 白酒 姜小白 有些人可能会问 烧烤这件事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清明 非常轻松的一件事情 那配上葡萄酒会不会有点突兀 会不会有点不搭 会不会有点装逼 其实呢这件事我是这么看的 首先葡萄酒它是一种酒水 是个饮料 那作为一个葡萄酒爱好者 当我可以选择我的酒水的时候 我的首选肯定是葡萄酒 再一点就是葡萄酒的风格范围真的非常大 它的选择范围非常大 种类五花八门 那么有白的红的桃红橙酒 起泡不起泡 甜的不甜的 浓郁的轻盈的 各种各样的风味 所以呢其实这个选择这么大的时候 你总有那么一两款可以对 每一种美食每一种味道 可以有个非常精准的完美的餐酒搭配 所以呢 鲁串和葡萄酒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搭配 再一点就是 其实选酒的时候 你爱喝什么喝什么 你们怎么高兴怎么来 你不用管别人怎么看 其实我也会做一些 有些人看起来比较奇怪的事情 比如说我会拼着一瓶香槟 去肯德基吃炸鸡 因为我觉得炸鸡和香槟 真的是从餐酒搭配角度来讲的一个绝配 那可能有的人看着比较奇怪 但是我不care啊 我又不打扰你 我又不给你带来什么麻烦 我怎么高兴怎么来就好 对吧 所以其实你也不用在乎这么多 如果你喜欢葡萄酒 也喜欢撸串 那撸串的时候喝个葡萄酒 不也挺好的吗 你高兴就好 大家可能会发现 大部分撸串的店都没有很好的葡萄酒杯子 甚至可以讲 大部分店都没有葡萄酒杯子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当然你可以 自带杯子 每次撸串 如果要是都这样子去撸串的一个店 然后呢 带上自己的杯子 当然也可以 但是呢 我觉得这样子有点装逼了 葡萄酒杯子的主要用途是放大它的香气 你可以把酒晃起来 让酒叶沾到杯子上 让它放大它的空气的接入空间 可以让它更好的释放香气 并且杯子这种形状呢 可以更好的把香气保留在里面 你可以更好的欣赏葡萄酒的香气 但是说实在的 在我们撸串的时候 你面前很有可能有一个炉子正在烤着 或者呢 屋里可能会有人抽烟 本来这个地方 这个环境就不是特别适合欣赏香气的环境 那这时候自带杯子 我觉得有点太讲究了 没有这个必要 所以呢 当你撸串的时候 店里有什么杯子就用什么就好了 如果是有葡萄酒杯那更好 如果没有也没关系 有什么就用什么 其实之前有一次 我请一个老外的酿酒师 我们当时去吃的是火锅 那个店里没有葡萄酒杯子 我们就用了这种 瓷的茶杯喝的葡萄酒 也很开心 所以呢 就是开心为主 如果环境不允许 那也不用讲究这么多 怎么高兴怎么来就好了 当我们考虑到有的时候 杯子的条件不理想 空气环境也比较杂乱 那这时候呢 其实我们对酒闻香这方面呢 就会不要有太高的气泡值 那这时候我们可能就该避开一些类型的葡萄酒 尤其是那些 闻着比喝着香的葡萄酒 比如说一些芳香型葡萄品种 像阿尔萨斯的摄香 像阿根廷的特农琴 Torontes 这样子酒 它闻着真的是非常的香 但是喝的时候呢 其实并没有闻的时候那么好 那在大家比较常见的类型里 我能想到的就是 比如说伯根蒂的一些红酒 尤其是那些偏自然酒风格一点的 香气远远好过口感的那些酒 而且其实伯根蒂的葡萄酒 追求的是优雅细腻 那这些味道 面对露串的时候的强劲 一些辛辣 那些非常刺激的味道 其实本来这样子的搭配呢 就容易被食物完全压住了 所以呢 这些比较名贵的 非常细腻的伯根蒂葡萄酒 我就建议你不要带去吃烧烤了 刚才聊过了 我不建议带什么葡萄酒 那现在聊聊 什么样的葡萄酒 最适合搭配露串 那这就涉及到了 餐酒搭配这个话题 对我来讲 葡萄酒有两种 最有意思的玩法 一个就是盲品 那大家都知道 盲品就是在 不认识一款酒的情况下 通过品鉴它 来猜这个酒的葡萄品种 国家产区和年份 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玩的一个 那另一个呢 就是餐酒搭配 餐酒搭配很简单 就是当你有 这么大的选择范围的时候 总有一款酒 可以对每一个菜系 或者是一个菜品 做出一个最好的搭配 让你有一个最愉悦的体验 那这个对我来说 也是葡萄酒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餐酒搭配这个话题真的非常大 我会拍一期视频深入讲解 那今天呢 我想分享一些 专门针对于 鲁串的一些搭配技巧 不管面对什么样的菜系 餐酒搭配都有几个大的方向 比如说支撑 加强 反差和中和 那面对鲁串这个菜系 我可能会选择中和这个方向 那中和是怎么样呢 你就想象我们每吃一口鲁串的时候呢 因为它的味道比较刺激 就有点像我们在做一个味觉的过山车 那每一次你吃一口 就会像那个往下落的时候 就是一个很刺激的感觉 当你不断地吃同一个味道的时候呢 这个味道会叠加 然后呢你对这个味道的感觉和这个愉悦感呢 就会逐步的没有那么强烈 所以呢就像坐过山车一样 刚下去那个时候呢 这种适中感觉是非常的强 非常刺激的 但是如果要是一直往下下 无底了 你就开始麻木了 那这时候呢 这个过山车就要上来 上来了以后呢 再给你再一次下去的机会 所以喝这一口酒 可以中和你嘴里的感觉 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给你下一口 比较有味道 比较刺激的食物做准备 就有点像过山车下去了以后 再上来 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再为了下一次冲下去的刺激 整体来讲 不管你在哪里吃烤串 它的味道一般都是比较浓郁的 比较刺激的 而且比较咸 那这种咸的味道 吃多了以后呢 在嘴里还是会腻 也会hold的话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一个元素去中和这个咸度 这个呢就是酸度 酸度可以很好的中和咸度 因为当你喝酸度比较高的酒的时候 嘴里会产生很多唾液 这个唾液呢会中和这个酸 同时也中和了咸 而且呢 酸度有助于降低嘴里油腻的感觉 所以整体来讲 一般在吃烧烤鹿串的时候 我会建议喝一个酸度比较高的葡萄酒 那具体是哪一种 我们要结合一下接下来几个元素 那另一个要考虑的就是 这次吃的烧烤是什么类的烧烤 是肉串还是海鲜还是素的 大部分情况下 大家吃的可能肉串比较多 那肉串呢烤完了以后 吃起来在嘴里会比较油腻 这油腻的是脂肪和蛋白质带来的 那大家想一下葡萄酒里的哪一个元素 可以中和嘴里的脂肪和蛋白质 给你两秒钟 这个元素就是丹宁 所以当你吃肉串的时候 我可以建议你选择一个 丹宁和酸度都比较高的红葡萄酒 在大家比较常见的类型里 我可以推荐波尔多葡萄品种做的混酿 尤其是吃虾猪为主的混酿 那这里你可以选择波尔多做案的葡萄酒 或者是新世界的也可以 比如说像美国纳帕 智里 澳大利亚 或者是像意大利的 旧世界意大利的也可以 另外在意大利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产区 就是Barolo 是内比奥罗品种做的葡萄酒 那这个品种呢也是一个酸度很高 而且丹宁也很高的 那这样子的酒呢就很适合 吃烧烤的时候配上 那如果你吃的是海鲜烧烤 那海鲜里是有一定的腥味的 腥味和丹宁在一起就会比较冲突 喝起来会又腥又苦 那这时候呢 我就建议你避开红葡萄酒 而选一个高酸的白葡萄酒 那这个选择其实非常多 雷斯令 长相思 白诗南 冷产区的霞多利 或者是海边一些有点咸味的 像法国的Muscadet 或者是西边亚的阿尔巴尼诺 选择非常多 最后我想提的一点就是 其实我们在吃烧烤的时候 都会想要点辣度 不管你是要的中辣 微辣 还是比较给力的那种特辣 那如果想用葡萄酒中和辣度 其实最好用的就是糖 糖分可以中和辣度 当你吃很辣的东西 再吃点甜的东西 或者喝一口甜的饮料 其实呢这个辣的感觉呢 就会削弱一点 就会中和你嘴里辣度的感觉 那这时候呢红酒里 你也可以选择有甜度的葡萄酒 不管是半干型的 还是真是有点甜的都可以 那这个选择范围呢 其实也挺多的 你可以选择比如说 金粉袋葡萄品种 它一般情况下 都会做的有一点点残糖 另外在意大利的一些 风干型的红葡萄酒甜酒 就比如说一些 赤鸟头一些巴西头都可以 那在白葡萄酒里 高酸又有甜味的 其实最简单的选择就是 蕾丝令了 德国的一些蕾丝令 有一定的甜度的 比如说从Cabinet级别 到Speed Laser 到Auth Laser 其实都可以 但吃烧口 我觉得没有必要选特别甜的酒 像贵府啊冰酒这一类的 我觉得就有点太甜了 那刚才讲到的是 走中和这个方向 做的一些餐酒搭配 这个目的是追求 嘴里的一种平衡 但是我也知道 其实每个人的喜好 都是因人而异 众口难调 那以上呢 是我认为适合大部分人的 一个餐酒搭配的建议 供大家参考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最近是五一小长假 应该有很多人出去旅行吧 你们都会去哪里玩 我很好奇 你可以在弹幕上分享一下 很期待你们的回复 那在这里呢 我祝大家假期愉快 玩得开心 然后呢 出去玩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避开 人群特别密集的景区 或者特别网红的餐厅 这样子呢 你的体验会更好 好吧 就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 Cheers 我们下期待 这个拔不出来了 哇拍这张照片容易吗